好了,隐世食堂系列,今天又来讲一间性价比相当高 不过就算你想吃,还要讲缘分才得的一间这么一位难求的餐厅 见我一开始拍着这间,论实力或论名气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官校 相信都估到今集的主角就是讲他了,黄仁救生会中赛部 黄仁书宇这间传统名校有多厉害,历史有多悠久这些,就不用我多说了 你看他的校友表是粒粒,都是天皇巨星 今天要讲的黄仁救生会,其实创立了超过一个世纪 创会会长是戚册风云的前香港首富何冬爵士 作为极少数拥有会所救生会,他们的会所就在黄仁校舍的后面 距离大坑莲花工,约摸两三分钟的步骤就到了 好了,为什么一间QC校友的私斗,但会变成一间远近前名的私房赛? 几个原因,首先,它好吃,而且听校友说,这里的水准保持得不错 其次就是,它值得吃 你上去旧生会的网络可以看到一个菜单 如果遗菜一值,最便宜的话不用6000元 换言之,人均消费5个水落到楼 而最贵的菜单都是不过万的 你可以仔细看下,它收你这个价钱的话,但它会给你什么菜式 如果你不吃遗菜的话,都可以散爱 总之这里是免茶佳,免家一,也不收开评费 这张就是我们那天由校友发版吃饭的菜单 除了好吃和抵食之外,最后一个令这里长期坐到爆炮的原因 就是这里行的会员祭 会费其实很便宜,1000元搞定了 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年费 即是比一次,而1000元就可以成为皇忍救生会的会员了 听回那位校友说,在20年前他毕业的时候 他入会费5个水搞定 但当时他没有入会,因为学生哥平时吃开10-20元餐 怎会无故让5个水进入会,顺利吃饭呢 直到后来出来做事,要应酬,要联谊 才发现原来有个出名的菜是好吃的C豆 竟然是一个这么求之不得的福利 所以那时才决定进入救生会 这里是没有大厅,全部都是房间 装修比较朴素,比不少同乡会餐厅更低调 所以完全不是来吃环境,来到只是为了吃味道 听闻这里每晚最多招呼到6位客人 就算现在拿正来做也好 只是要求订位的校友都必须出席饭局也好 条队一样是大排长龙 我们那天是6月底吃饭,如果那天吃完再立即订桌 最快已经要等到11月底了 来看看这家旧生饭堂 为何可以劲得这么多人都吃完翻尴尾了 先来看看全晚第一道菜是 先升夺人的圆中鲍鱼佛跳墙 而一大厢,地位相当于这里的荔汤 来这家吃饭,怎样都要叨碗才叫不枉此行 它是一大煲竹筋竹量的 有鲜鲍鱼,有圆脊火筒 另外还有老鸡,冬菇,鸡脚,猪脚筋等 由它一揭开凳钟那一刻 已经立即整间房都离慢着一阵浓郁的香味 职员帮忙将这些料平均分到每一碗 而这个罚跳墙是有刺的 你介意的话,就要职员在分的时候不用分给自己 来到这个阶段,这些材料是看起来好看 精华早就已经出去了那碗汤里面 它的汤色虽然看起来那么浓 去到一个好像腐泊一样的颜色 但不是一斤你见到,它是不熟的 味道的主要来源是老鸡和火筒 就算我汤头喝起来那么清 但味道是浓得来有底润的 它的胶质就不算重,喝起来不觉得很黏 但就保持着有一股略带咸鲜的回甘在后汗当中 这碗汤已经是蒸水来的 其他材料就用来送口 就不要太大期望了 例如这粒鲜鲍鱼,它是看起来好看 吃起来就有点偏韧 这碗汤的出色之处在于 它能够压低成本得来 它又没有牺牲到味道层次 它是用鸡爪来代替鹅掌 用猪脚筋来取代花胶 用鲜鲜鲍换鲜的 在所难免,只仍可用火后达足 说来整煲汤最灵魂的料,其实是这一只火筒 就算煲完后就像整件汤渣,但味道依然很足够 吃一口它,又喝一口红酒,真是一流 它这么大一条火筒,你一班人肯定吃不完 虽然有经验的旧身,人们会打包火筒再来煲足 是一样好吃 所以总的来说,这一煲低成本佛跳场 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是收货有余的 每个都喝完再来,真是不愧在这里的泥汤 此下有机会再分享一煲齐包心、刺土象、鹅掌等等的豪华版佛跳场 是什么滋味?那煲真是吃完回来 好了,喝完泥汤,之后就是一道心机菜 麒麟科甲扣油皮 当中麒麟形容碟菜的摆盘 即是这样,有金牙火腿,也有不菇 然后两边夹着一块这样的厚度吸满包汁的油皮 吃起来很贵的味道 油皮你也知道 油去除了表皮和果肉之后 中间白色那层又硬又稠用来扔的东西 但是有师傅抱着一个人气我取的心态 通过重复几个小时的不断浸水和啤水过程 直到它的结味没有了 直到它的质地变軟后 再用上汤煮几个小时 煮到它入口即化 最后再用包汁扣 吃开的旧生就说 听闻师傅用的来自越南的油 果肉不多,反而果皮就特别厚 就最好用来做油皮这道菜 虽然你看到它整个海绵的厚度 但适量没有渣 那小小的纤维感觉 是不影响作为一流的包汁再体 它送饭一流香到不得了 所以说 你肯用心做好你的出品 Android 的人是绝对感受到的 你一道手工菜是这样 又或者你人生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睡在上面的床育都是这样 说的就是德国的Emma 床育 Emma 床育的质素 好到不怕你货给货 就怕你不懂货 所以提供100天的私睡服务 如果觉得不适合睡 是可以无条件免费退货 免费退货免全额退款 Emma 帮着德国技术 赢了40 个国际奖项 无论是床育、枕头或床架 都有无数用家的正面评价 睡不着的你还等什么 快点上网订回一张吧 下面资讯栏有相关连结 现在用我Discount 额 还有额外的优惠 回来继续看看这一碟 椒盐陈皮中虾 算是我全晚其中一道最喜欢的菜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 这么平平无奇 所以吃起来是凌晰有惊喜的 另外师傅已经很细心地 剪走虾脚、虾酥 方便你可以连壳一起吃 它就是炸到那么脆 它是脆脆的 肉身又没说已经干了 硬到起渣 没有的 它加了很少很少的陈皮入赞 真陈皮尾不算突出 所以只是轻轻缓解 不会一米只有焦炎的咸香 所以整道菜吃起来很惹味 也很开胃 今集你见到的所有菜 除了煲荔汤之外 其他全部你见到的 都是六人份量 因为我们一围桌 是分了两张六人桌的错法 所以是一定够吃的 我们最后也做了几盒菜 可以拿走 今餐饭成前头一共有十道菜 我就不每一样都详细说 例如这道鱼肚虾干浸时桑 我们散略它 接下来看看这盘 凉瓜枝竹炆花蟹 现在剪片看回来 都漂亮不漂亮 花蟹固自然好吃 但腸粉才是吸收精华食材 它很软身 它很软滑 但咬起来 一点黏口糊口的感觉都没有 它是薄身得利 挺有米香 至于蟹的表现是符合预期 新鲜的蟹一定不差 脱开壳壳 它是饱满的 粗壳 蟹的 蟹身是雪白的 咬下去 你感觉到贼实有弹性 这样吃下去 自然够鲜 有时吃蟹 脱开它是离壳壳 缩壳 纤维是一丝丝散开 饱满的 饱满满的时候 那些雪藏货 你怎么做都难吃 根本没得比 好 之后上的 是一碟油泡大笋壳 这里是半条 还有半条 在另一张桌上 笋壳是人称 淡水石斑 但饱满是否真的有斑 这一点见仁见智 但起码没有一般淡水鱼 普遍有草青味 泥味 这些是真的 肉厚 够嫩 和没有细骨 所以就这么清蒸 都好吃 而传统的做法 是可以油浸 那些贪方便的餐厅 就这样滚油 扔下去炸熟 就算了 有心理的师傅 就热油 然后关火 浸鱼 浸鱼 浸到油没有泡 然后开火升油温 当起油泡时 再关火 视乎鱼多大 来回浸几次 浸几分钟左右 就浸熟鱼为止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外脆 内暖 有汁水 但吃起不油腻 这就有水浸出品了 不过你别以为 这只是这些 传统围菜形式的粤菜 它也有些 很加常变化风味 例如这道 鲜茄红酒 会牛味 配了一碟蒜蓉包 今晚大部分松菜 都是好拌到饭 包括酸甜开胃的会牛味 但拌蒜蓉包就不好了 这个单独吃好些 牛味松化入味 淡淡肉 另外有些番茄洋葱 也很好吃 但就要忍忍口 不要叫白饭 因为待会写了 荷叶饭 真的没得输 现在已经算是来到尾声 还有一碟沙姜鸡 这个没什么特别 它不是难吃 只是肉质稍微扎实 其他没什么特别 我就跳过去不说 直接跳到今晚的鸭族主食 这个荷叶笼仔蒸鱼夹饭 吃了这么多次荷叶饭 我第一次看到用甲肉入盐 是很难形容那种独有的香味 它没有蒸鸡和蒸排骨的浸味突出 那些饭是油润得很平均的 而甲肉蒸的火候也很理想 它做到出到味的效果 但又不会变干变韧的款式 还加一些菜脯和葱粒一起蒸 它既能够保持到 荷叶份应该给人的那种很清新 很不漏的感觉 但又很配合 是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 好了 吃到这里 今餐饭就算是吃完了 这里的出品不是那种 很惊为天人的级数 不是的 但这里的送菜制有种魅力 是很稳打稳扎的 既能够拿捏到粗菜细造的精髓 亦能够将有限的食材成本 用心地搭舊 将它们发挥到淋漓尽致 今餐饭的埋单 人均消费640元 640元 是连着甜品前后一共10道菜 没有一道坏水准 每一道都是传统粤菜的滋味 尤其是最后这碗腰果露汤圆 它的质感很幼滑 但浓到又不会太稠 喝到那种恰到好处的油润感觉 和甜度平衡得刚好 这个应该是我暂时喝过最好的腰果露 你想想今餐饭 这么丰富的食物都已经饱了 但都喝不住 要喝完这碗香味浓浓 但喝到不肯的腰果露 它是真材实料的 喝到最后会见到碗壁上面 还挂着很多很微小的裸粒 用它来为今餐饭埋回美味 真是一流 想起今餐饭吃过些什么 我想我都很肯定 很难可以用600多元 在外面找到一档 差不多水准的私房菜 我欣赏它出品上街得来 一分一毫都用在送菜之上 它又不花巧又不卖弄 既不讲装修也不讲排场 虽然难怪一间会员制的餐厅 可以这么远近前面 等位也要等半年才行 好了 今集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下集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